好 那我們開始看 這就是五題 是例 這個例子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它有講過比較多的狀況 那看一下 曾經有一年了 期末考就從這一題把它做出來 稍微做了一點點調整 那我看一下 因為我說這個例子比較完整 就是從一開始怎麼做 因為有連環性的 那我覺得 這樣的一個例子其實 實務上可能會比較懂得到 那當然這樣對同學來講 考試會比較拿肥美 因為如果萬一你前天做了後 就不會對 所以這也是 出庭呢 怎麼出才是 又能夠考到文學的 你們應該會應該要知道的 然後又怎樣的 其實跟商品 都要讓大家比較 會有更加連鎖效力 這個是考驗 有更加連鎖效力 我們現在看一下 估計呢 對企業產生不利的影響 可回收金是280萬 然後呢 就是在X3年底發生的事情 那X4年評估這個機器 沒有減損的跡象 那也是 但是沒有跡象顯示之前 所認定的減損不存在 換連鎖就是 繼續維持就好了 那X5年底呢 發生了下月的狀況 好 看這X5年的準備 要把它補分掉 所以第一種情形呢 X5年的3月31號呢 核准這個機器出售的計畫 然後呢 把它符合分類為 代出售非流動資產的條件 然後當時候呢 就3月31號呢 它的供應價值是180萬 那在9月30號呢 因為法律的減除 限制的減除 所以它的價值回升為240萬 那11月30號呢 又270萬 就用這個機器設備 好 所以呢 呃 從X5年開始 但是呢 雖然在X5年才開始呢 我剛剛講過 當它要從 它一般正常使用的 使用中的資產轉列為 非流動資產的時候 代出售的 資產的時候 我們要先把它調整為 當時候 就是調整 從分類為代出售 那時候的帳面價值 好 家綺不見了嗎 啊 對不起 蛤 蛤 蛤 結果它馬上 那個家綺不見 就被我發現了 你有啊 我想到一陣子 就是 蛤 吃那個ą 可是 我覺得 感到佔了 今天 能夠 那個,千萬不要隨便把事情交給他 你看,他那個佳琪先離開的這些事情 就因為他沒有參與板,被我發現了 好,你先插,我先講 所以第一個呢,我們要去算 差五年,到三月三十一號為止 他要提列的哲求分有多少 但是他用職限法的,我們先去算 他每年提列的哲求分就可以了 成本五百萬 好,沒有殘值 老師,我幫你去換別人 不用,他有水了 他已經拿了很多姿和鮮皮了 好,那用年間十年沒有殘值 職限場做足以十 所以每年提列的哲求費用是五萬 再五十萬 然後呢,我們通那個 所以呢,我們三月三十一號呢 是不是只有十二分之三 所以乘上十二分之三 所以等於呢,我提四分之四十二萬五千 就是五十萬的四分之一 好,看一下 好,所以第一個 我差五年三月三十一號 要做這個轉變之前 我先要先補第一季的哲求費用 所以第一個,我要先把哲求費用算出來 借哲求費用 是二萬五千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要把它從它上面這樣子轉列為非流動資產 對不起,這邊有點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在X3年底的時候呢 有做了資產減損 好,對不起,這邊 我剛剛做這個之前 對不起,先讓我過去好了 折就沒有,不是這樣 好,我們要先做到X3年底 好,我五十萬 然後大X3年底的時候呢 我有150萬的累積折就 那我呢,X3年底的時候呢 我先做X3年底 因為它就發生減損 然後呢,X3年底的帳面價值是 500萬減量 150萬 因為它的帳面價值是350萬 但是它的可回收金額是280萬 所以發生了70萬的減損 好,大家看懂嗎? 因此X4年12月31號 我要提的哲求費用 好,那我要提的折就分是多少呢? 是不是500萬 減掉X3年的累積折就有150萬 減掉X3年我承認得累積減損70萬 好,所以這是我的帳面價值 就是280萬 乘上,我現在剩下幾年? 是不是剩下七年? 對不對?本來十年 經過了三年嘛 所以剩下七年 所以我每年提列40萬的折就費用 從X4年開始 每年提列40萬的折就費用 280萬除7,每年就40萬 所以X5年12月31號呢 我的折就費用就是乘上什麼? 乘上十二分之三 所以是10萬塊 好,所以差五年 我要做這個重分類之前 先算出來 可惜下承認的折就費用是? 10萬塊 好,這是第一個 我們要先做的事情 好 然後我們現在做的是 我們要做上席的相關深入 所以這是第一個 X5年31號我要做的事情 做的事情 那第二個 我要做它重分類為代出售 所以我要把它寫成代出售 非流動資產 好,那當時候呢 我用它的 因為它這個3月31號的時候 它的什麼? 它的公允價值是180萬 可是我們看一下呢 到X5年 3月31號這個時候的帳面價值是多少? 500萬 減掉它的累積則就有多少? X3年底是150萬 X4年多了40萬 然後在X5年的時候多了10萬 所以全部是200萬的累積折就 對吧? 它的累積折就 前3年加起來是150 X4年40萬 X5年第一季10萬 所以全部累積折就200萬 那因為我前面呢 除了累積折就中 我還有成分減損70萬 所以呢 我的帳面價值是230萬 好 所以第一個呢 我們說 依它的帳面價值 調整 好 所以呢 我先承認230萬的 帳面價值 但是事實上它當時候是不是剩下100 它這邊告訴你說 我在X5年3月31號的時候 我的資料只有多少? 我的近公里價值只有180萬而已 所以呢 我們的處理方式 因為呢 第一個我們要把它 好 它這邊有講說 它的處分的方式 這個調整的方式呢 我們有兩種的處理方式 方法一 好 365月的方法一 它說 因為轉列為再出售之後 我就不再提列折就 好 所以呢 那我就是因它折就之後的帳面金額 為了減損繼續保留著 如果減損繼續保留著 原因是可能 它認為未來減損有可能什麼? 回轉 有可能是這種情況 所以方法一的時候 因為我的代出售非得動資產 它的帳面價值是指減票累積折就 因為以後它不再提列折就 可是它未來呢 所以不提列折就 但是還要做減損測試嘛 所以它是要承認減損 所以它這邊就承認300萬 然後我把它的累積折就都充掉 好 累積折就 原來的機器設備 我還有累積減損 原來的機器設備 然後我把原來的機器設備呢 好 原來這邊是200萬 累積減損是70萬 好 那我這邊呢 機器設備 原始成本是500萬 好 那我的同時承認我的累積減損 累積減損呢 我們它轉為是非流 代出售的非流動資產 也就是說呢 我是跟著這個客戶來的 好 那原來有70萬 我現在是不是從100 我現在是不是 它的可回舊金額只有180萬而已 所以呢 我可以把它兩個幣起來 所以我應該是什麼 累積減損 我應該承認的是120萬 特本是把它分開寫 分開寫 它分開寫是 先承認70萬 我的那個 我這邊先承認為70萬 然後我這邊承認減損損損損損損 因為我的賬併價值是230萬 可回舊金額只有180萬 所以我發生寫損損損50萬 所以我先把它整個寫 寫在一個分路 課本上的寫法是先把它寫 先把那個機器轉為代出售 然後再代出售重新去評價 承認減損損損50萬 所以課本上面是寫成 你可以看一下呢 後面 好 然後再365頁的倒數第2個分路 就是3 3月31號呢 任列減損損損損 這個是230萬的帳面加值 減到可回收金額180萬 所以它進公平加值180萬 所以它只有50萬 它要承認50萬的減損損損損 那我現在是把方法一的 X5年3月31號 跟我們第三個 第三點承認3月31號的減損損損損 我把它兩個合併起來寫 要看懂嗎 要看懂嗎 所以方法一 方法一是先把它的帳面價值先轉 從非流動資產轉為 對不起 把機器設備轉為代出售非流動資產 然後再針對代出售非流動資產 去做公民價值的評價 好 進公民價值的評價 你說再做評價就是了 好 所以那我現在是直接把它寫成一起 這是第一個方法一的寫法 好 那第二個方法二它說 好 根據我們的36號公報的規定 任列可以任列減損回轉金額 然後是任列為代出售機器設備的累計減損 也就是說我在同分類的時候 就計算可以任列的回轉金額 然後呢 這把它承認為累計減損 也就是說我們前面是不是這樣 你有減損發生 你可以如果當你有價值回升 你可以承認 好 那方法二的時候說 我不要等到我 如果方法一的話 就不是方法一 就如果我們純粹看的話 我會發現 如果我未來價值回升的話 如果回升超過那個 在70萬的範圍之內 我全部都可以承認回轉利益 是不是真的是可以這樣呢? 方法二就是你想做 我不是這樣子做 我先把它可以回轉的金額先算出來 換言之呢 我就先去算 如果在X5年 在約311號 從頭到尾都沒有這個減損發生的情況之下 應該有的帳面價值 然後未來如果我回轉的時候 我就不能超過這個回轉的金額 就是如果從頭到尾都沒有這個減損發生 所以這個例子這種情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從頭到尾都沒有這個減損發生的話 X5年3月31號為止 它的帳面價值多少? 用剛剛是不是 每年的折舊費用是50萬 我們乘上4 一共到X1到X4年底 然後X5年是什麼? 四分之一 四有四分之一 或者是4.25 所以呢 如果從頭到尾都沒有這個減損發生的話 到X5年的3月31號為止 它的累計則就是212萬5千 所以它的帳面價值就500萬 減掉212萬5千 這樣看懂嗎? 好 這是累計則就是假設從頭到尾都沒有這個減損發生的話 所以我的帳面價值就是287萬5千 好 意思是說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回轉的話 我最多 我的 為了回轉的話 我不能超過 我不能超過我的那個帳面價值 從頭到尾都沒有這個減損發生之下的帳面價值 好 所以方法二是先把我未來可以回轉的金額先算出來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跟前面一樣 好 如果方法二我一樣是帶第一個分路 我還像那個折舊帶的意思 所以一樣造作 我只是現在做的是 它可以承認的帶出售的金額 帶出售非流動資產 好 我把累計則就都沖掉 累計減損 好然後再來呢 我把機器成本跟前面一樣 這個機器已經轉文帶出售了 然後我那個累計減損 這個累計減損呢 是帶出售的 好 那這樣子的話 以後我這邊的金額是多少 一樣是那個 因為這是我算說我可以 我未來可以回轉 所以按照它前面所承認的減損一樣啊 前面的這個 我的累計則就有兩百萬 我的減損金額一樣七十萬 我的機器一樣是什麼 五百萬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現在的那個 那個帳面價值是兩百三十 兩百 一樣兩百三十萬 我一樣減損 因為我帳面價值 一樣有減損是五十萬 因為我的 進工年價值在差五年三月三十二 一樣是一百八十萬 所以我現在的寫法只是說 我可以成交回轉的金額有多少而已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的 我的帳面價值 我現在如果說 從頭到尾都沒有前途的情況之下 我的帳面價值是這個 好 那我現在的帳面價值是兩百三十萬 也就是說 你會想說 如果未來這個七十萬能夠回轉的話 如果說我的減損七十萬能夠累計減損可以回轉的話 我是又回到三百萬 可是我最多只能兩百八十七萬五千而已 所以呢 我未來可以回轉的金額是 只有五十七萬五千 好 只有五十七萬五千 我未來可以回轉的金額最多只有這一個 好 然後我再加上 我是不是 因為我 那個 我那時候呢 我這個時候是不是還是一樣堅存存值 因為我一樣帳面價值兩百三十萬 但是呢 我這個 那個轉列的時候呢 它的堅存存值 那個 近公寧價值就一百八十萬 所以我還承認堅存存是五十萬 所以我跟前面一樣 我只是把方法二跟我後面三月三十一號 把它傳無分類為 貸出售的時候的減損分度合在一起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金額 我的貸出售的金額會怎麼寫 你可以看五十萬 兩百七萬五千 所以我現在在說 我的貸出售貸流動資產能怎麼寫 兩百七十萬 所以這邊是兩百八十七萬五千 就是把我原來的 可以回轉的金額寫進來 就這樣子 這樣看懂嗎? 所以這邊不是這樣喔 我這邊是一百 加五十萬所以一零七萬 因為這邊有稱量的減損損失五十萬 所以這邊是一零七萬 就跟我們的三百六十五頁的方法二 所寫出來的結果跟什麼? 跟我們的三月三十一號 主要做的減損損失的分度 把它定下來而已 這樣看懂嗎? 好,你要寫哪一個都可以 方法一跟方法二 方法一是比較簡單一點是 反正我的減損 我就先把我的減損 像這個減損呢 因為未來減損可能可以回轉 所以呢 我先把這個減損七十萬保留下來 那因為我在轉列的那時候 從分列那時候 它有發現減損五十萬 所以合起來是一百二十萬 那這個呢 我先把未來可以回轉的金額先算清楚 好,先把它算出來 然後呢 再來承認我的帳上的金額 就這樣子 這兩個方式有一些些的不同 好,但是對於後續的影響 當然你前面怎麼做 後面的分路要怎麼寫一定會有影響 只是說你的金額啦 可是你的科目是沒有變 科目是維持的 這樣看懂嗎? 這兩個的處理方式 好,這個課本上面 只是把方法一跟後面的三月三十一號 從分類之後的評價分開寫 我只把它合在一起寫 因為都是在三月三十一號要做的事情 好,我就把它寫成一個分路 但是第一個,一定要先把三月三十一號為止 應該有的折舊費用寫分路寫出來 你才能夠得到另一天為止的帳面價值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囉 接下來看一下 這是三月三十一號的 然後呢,在九月三十號 我的價值回升為兩百四十萬 回升為兩百四十萬 我錢幣是不是一百八十萬 回升到兩百四十萬是不是有六十萬 原來是一百八十萬,三月三十一號 然後等到我九月三十二號的時候 它價值回升了 好,近公平價值是兩百四十萬 所以我是不是回升了六十萬 那回升六十萬 第一個,先去看 我這邊減損承認五十萬 不管方法一也好、方法二也好 都是承認減損五十萬 都沒有問題 所以五十萬一定可以違反 因為我現在可以迴轉的金額是六十萬 所以五十萬全部可以迴轉 那是我前面的 之前的可不可以迴轉呢? 好,這個就是我們要去看 之前我們前面是不是有減損 是有那個都超過了六十萬 所以我們照理說是可以迴轉的 那這裡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不是特別,要提醒你 九月三十號 我就不用再去算它的帳面價值 因為它已經重分類了嘛 我們剛剛是不是這樣 當你重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重分類為待出售的時候呢 你就不用再做成本分擔 因為你重分類 代出售的時候 你就沒有再使用它 你沒有使用它 就不會產生效益 沒有效益 不會贊成收入 你就不用去分它的成本費用 好,所以這是要提醒你的 九月三十號呢 我們直接去算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九月三十號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說了 它從它的價值從一百八十萬 增加為兩百五十萬 所以六十萬 那這六十萬呢 完全都在我們可以什麼 可以迴轉的範圍之內 因為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方法二的話 我可以最多最多可以迴轉的金額 就是一百零七萬五千 那方法一沒有告訴你可以迴轉的金額有多少 好,它是承認的監測主席有一百多十萬 但是它最後不能把全部的累計檢測一百多十萬全部充掉 因為什麼 如果你充掉的話 是不是會讓你的帳面金額大於、就是高於 你如果從頭到尾到沒有結準之下 應該有的帳面金額 所以方法二是什麼 先把你未來可能要做的事情 先把它算出來 這是方法二的方式 那方法一呢 是它先,反正就是先做 那等到要真的迴轉的時候再來評估 這是方法一的處理方式 好 那這個例子裡面呢 因為兩百四十萬增加為 一百八十萬增加為兩百四十萬就有六十萬 所以原則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在三百六十五頁 我一樣可以承認金額回轉利益六十萬 好,這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再來 就十一月三十號呢 它真正用兩百七十萬把它賣掉 既然它把它賣掉 好,所以我要把它所有的資產都充掉 所以修有相對 這邊資產的科目跟它相對應的科目要一定充掉 好,所以看一下 如果是 如果是 來自身後,我們要不要把這個 我們要做的 但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 因為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